那这些鱼呢现在有一些还缠在网上 所以这些鱼工这个二号网是从一半开始的时候 就大量这一条路一直走就看到 整个网呢是16拉就比较容易坏变质 那在冬天因为低 其实从今天早上7点不到的时候 就已经在做下网的工特别有利于运输 所以在今天呢对于很多鱼工来说 包括运输车队来说就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了 因为我们注意到会有一些大的卡车 来往返于冰面和冰院子之间 来不断地运输这些鲜鱼 而捕捞的工作和这种运输和保存的工作 很有可能会持续到明天凌晨 刚刚呢其实现在这些鱼工正在调整 那在今天正式冬网的首日呢 就出现大欢喜的 接下来茶干湖东部的表现 有一些鱼呢已经冻在网上了 所以这一部分清理工作呢 是比较耗费时间也耗费力气的 他们要尽快地把网给摘干净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明天冬部队的作业还要继续进行 那他们还要使用这一张网来作业 是比较耗费力气的 是比较耗费力气的 所以我安排了 知道了吗 是比较耗费力气的 是比较耗费力气的 就是比较耗费力气的